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北市政府又說 體溫應該超過38度以上才算發燒 不知道他也我們上班現在有量體溫嗎? 你們公司的標準是幾度呢? 最近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中國大規模的停工的連帶效應 像Apple本週就已經表示 他們第一季的營收將達不到原本的財務預測 而原因第一個 就是因為武漢肺炎導致中國大規模的工廠停工 全國的供貨短缺可能當然就會影響到營收 簡單來說就是疫情如果持續下去 而中國工廠的復工狀況又不如預期的話 一些熱門品像譬如說iPhone就有可能要等很久 或甚至缺貨 像是你知道現在如果我上蘋果官網 要買客製化的AirPods Pro要等多久嗎? 超過五周耶! 二是疫情造成蘋果在中國很多的直營和經銷通路 都門市關閉或者縮短營業時間 當然購買量也就會大受影響啦 尤其iPhone在蘋果營收的六成 而iPhone11系列推出之後也市場反應熱烈 本來預期在中國春節可能也會有一波購買潮 那現在當然會大幅影響了蘋果的營收了 至於Apple會不會在3月如期舉辦原本的春季發表會 推出備受關注的iPhone SE 2 或是所謂的iPhone 9呢? 來刺激波市場需求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當然不只是手機還有2019年 大家都想要的Nintendo Switch啦! 其實任天堂在前些日子已經有宣布 日本零售商的Switch存貨基本上已經售完 那美國市場呢現在一直到3月的供貨 可能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海運配送過去的 那從4月起呢 可能像美國或歐洲市場的Switch存貨呢 才會受到一些影響 雖然中國呢現在已經陸續復工 但是畢竟產能呢還是不會馬上恢復 為什麼這個新聞對我們這麼重要呢? 因為聽說台灣的Switch也開始缺貨啦! 本來想說不能出門待在家 那不如就買台Switch來玩呢! 你們知道現在哪裡還有Switch可以買嗎? 不過還是有個好消息 先前說呢因為疫情呢 導致2月初預購延期的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Switch特別版 將確定呢會在日本3月7號開始預購 不過台灣還沒有確切的消息 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歡那個湖水綠很有興趣 還有呢任天堂也有說啦一體成型的主機 Switch Lite目前的供貨無餘 加上最近官網新推出的顏色珊瑚粉 好啊我必須說Switch Lite的顏色呢都非常好奇 如果只是一個人想玩掌機的探友們 也是可以考慮啦! 不過我覺得大家最感同身受的應該就是 一直很難買的健身環啊 缺貨狀況好像更加嚴重了 像是朋友最近問到水貨價格居然要超過5000塊了 總之呢可能因為大家現在都會盡量減少出席公開活動 或是到公共場合去就會宅在家看劇看YouTube玩遊戲 不知道太友們你們都在家裡做些什麼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當然啦現在是防疫的非常時期 大家一定要記得到人多公開場合或是密閉空間 一定要記得戴口罩 勤洗手消毒才能夠保護自己也保護其他人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小電報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按一個like 也要記得訂閱點踏少女的頻道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才能接手我們第一手的消息通知喔 大家掰掰